我现在来介绍的是一阶导数判别法 什么是一阶导数判别法呢 我们来寻找的话呢 高点低点相对极大相对极小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话呢这个图 假设一个函数的图形的话呢 是像这样子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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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是拥有水平切线的 水平切线的话呢 也就是所谓的 它的导数唯分会等于零 那这样子这种情况呢 它也是我们所谓的临界值 那临界值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是唯分不存在的位置 都是 那它也可能是一个相对的低点或高点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做法的话呢 我先把它的做法写列出来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找出所有的临界值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要做一个 一顺序来做一个表 我们把它的表列出来之后 依照顺序它的大小 然后我们做第三步 这就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一步 叫做判断 我们的正负 正负为何如此呢 因为正的 为分为正 它的 它就是一个增函数 为分为负 它就是个减函数 先上再下 代表是一个高点 我们的话呢 要了解它 就必须要去做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的话呢 比较容易认识 来我们看看例子 例子是这样子的 题目的话呢 是说 这个函数 在哪里递增 哪里递减呢 在哪里会出现高点 在哪里会出现低点呢 那我们的话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找出所有的连接值 那当然就是直接 为分 求它的导函数 那各位同学看 为分的话呢 x三次方的为分是 3x的二次方 减掉 6x 再来呢 减9 这就是所谓的斜率 那我们的话呢 继续算下去 这都是3的倍数 我们把3提到前面去 我们可以采用的是 这个地方是可以分解的 我们可以用十字交乘 十字交乘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拆开来之后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顺便的话呢 练习一下十字交乘 这边的话呢 要一个-3 一个正1 这样子相乘是-3 相加是-2 没错了 -3正1 所以的话呢 各位同学知道 我们的临界值 临界值的话呢 是多少呢 x等于 会让 这个为分 会等于0的数字 就是3 还有呢 -1 我们算出了临界值之后 我们的话呢 第二步 我们要把这个临界值的部分 要写在这个表上面 我们的话呢 看看这个表 这个表的话呢 一共有三层 我们的话呢 这边是x 这边是微分 这边是f的本身的状况 来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的话呢 是两个临界值 一个叫做3 一个叫做-1 那么同学一定要 非常的小心的部分 就是说 小的一定要写在左边 大的要写在右边 那我们这边的话 -1是小的 3是比较大 我们的话呢 写下去之后 好 我们现在看看 这两个数字 两个临界值 将所有的数字 切成了3块 那么我们从最简单的这个区块 这边来判断好了 当x比3还大的时候 请问 它的微分 我们要看哪一个算式呢 我们要看这个算式 这样就可以很简单了 我们来看 微分用这个看法 就会比较容易 就是说 当x是3以上的话呢 比3还大 我们可以教各位同学 你比如说你带个4进去 你发现4减3 4加1 两个都是正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是正 无论怎么说 它都是正的 那么-1到3之间 我们的话呢 如果你们不会判断 我们就随便带一个 -1到3之间的数字 比如说0 0带进去 这是负的 这个0带进去 是正的 一负一正 那就是负 正负得负 负1以下 我们可以带负1负2 我们带个负3好了 负3减3 它还是负6 负3加1 它也是负的 负负得正 好 现在的话呢 为分为正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在前面所介绍的 为分为正的话是趋势向上 它是一个增函数 我们这边就可以把它 很明显地告诉各位同学 它是一个增的 这是负的 那就是一个减函数 3以上 它是一个增函数 它的趋势是增减增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怎么解题 它问在哪里地增 那我们的写法 我们就告诉各位同学 写法很容易了 非常的一目了然 我们的话呢 增的部分有两个区块 那两个区块的话 我们答案要怎么写呢 负1以下我们通通要 所以我们写的时候是 负无限大 到哪里 到负1 还有一块哦 还有一块是3 3以上 那我们的话呢 写法的话呢 就用一个符号叫做 连击 叫做Union U 一个U的代表 那这边的话呢 写的是三到无限大 这个地方是增的部分 那减的部分呢 减函数的部分的话呢 在这边地减 是在哪里地减 只有在这一段地减 我们就写 负1到3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克服了 第一个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 那就更简单了 在哪里出现极大值呢 出现极大值 各位同学看一下 我们来用趋势的判断 这个相当于是爬山 上山又下山 这个点当然是一个高点 相对高点在负1 先下再上 那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 极小值 所谓的相对的低点 出现的位置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所谓的 一阶导数判别法 我们这边的高点 我们下山也在这边 也是要丰富的 我们这边的风吹 那么ест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